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一种满足感 被爱 那一种上帝给我的生命的宝贝 上帝给我的跟别人分享的那个喜乐 还有我们每天生命的传承 这个都是喜乐的来源 今天我要从三章十二节来跟他讲 享受的人生 他说啊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对不对 我们不能了解 为什么这样 上帝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说 我知道世人 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 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 这就是享受喜乐行善 我为这个灵修所得的结果 写了很多人可以享受的那个领域 其中一个是享受行善 人生不是收局 不是说你有了还要有都收局起来 人生是私欲是给 这才是享受的人生 今天我们看了一个影片 有一个年轻人 他说他学校都没有读得很高 妻子也是一样 那有一天他到非洲去 看到那里的人都没有穿鞋子 然后脚都是坏了 哎呀 指甲都掉了 皮肤也不好了 他感觉说 为什么这么可怜 连鞋子都没有 所以他就回到台湾 就收集了鞋子 几万双的鞋子 然后用自己的家当卖来 做运会 把这些鞋子整理好 送到非洲 哎呀 他看到这些人 一生第一次穿鞋子 那一种喜乐 看到他们的脚慢慢好了 那一种喜乐 这个叫做行善的喜乐 人生 享受行善的喜乐 是一个未开发到底的一个领域 我们的行善 比起我们能做的能力差太远了 我们都是剩下的一点点才给人 而不是把我们最宝贝的也要给人 我在想 什么能叫一个人真正享受到喜乐呢 当你分享出去 你的分享影响改变别人的生命的时候 你就喜乐了 你很喜欢看到你的孩子长大 但是呢 你也很喜欢看到那些连饭都没得吃的人 人因为你的行善得帮助 他说他看到 哇 这么多人乐意行善 一呼吁就几万双的鞋子都进来了 其实在我们的周围 每天都有行善的机会 行善不一定是给东西 行善是帮助人看到他的尊严 恢复一个人的自信 行善是帮助一个人能重新站立 行善是将上帝的爱分给人 这是至高的行善 使人体会接受神的爱 上帝要我们能够因行善喜乐 为自己立下一些你现在周围你可以做的善行 这是人生莫大的福气 所以在十二节说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 一生常享受喜乐 也把善行做出来 我无论去到哪里都求主给我有行善的能力 因为这样我能看到人的生命被改变 被激发起来了 上帝是可以使用我们更多的资源 去做善行 带来世界更多的美和平喜乐 愿神使用你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因你的爱我们才懂得去爱人 因你的爱我们才懂得去行善 懂得喜乐 主啊 让我们以师比受更为有福 来立于我们周围的人 使更多人能够因我们的爱而得到喜乐 而这个世界因更多人起来互相的帮助 这个世界会更和平更美更快乐 主啊你使用我们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